好 我们现在切换到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 Excel的一个示范 那我建议同学呢也同时自己打开这个实际的Excel档来一起做个对照 那在 这张表的最左边呢这两栏就是 就是高锚点与低锚点的实际的资料 那因为资料也 大家也都知道有80笔跟50多笔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往下卷 那我们主要要看的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里呢 只要是有着色的格 着色的格子 主要是着蓝色就好像那个Excel表的那个里面呢 大家都 可以来来注意一下 只要你的这旁边的这个资料是有变化的话 有着色的呢 都的数字几乎都会有变 变化那 唯一可以 那个做 改变的呢就是 在这个 设定 对立假设的方向性 还有那个 行医错误率的这两格 好 那这边的话我这边有做注解 这是根据 呃 你现在的这个题目是双尾还是单尾你就输入双尾或单尾他就会 呃 去设定出 他的 他就会这个Excel表 Excel会会自动去找到 对应的那个临界统计数 那alpha呢这边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是改成点零五点零一或其他的 alpha值 那 在这里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 呃 我把那个虚无假设 H0的抽样分配的 的 T的分配的状况呢 来把它画到了这边来那大家可以 可以看到橘色区域就是 这是属于 是 点零二五的 的区 是属于点九七五的 区的区域 因为 这个数他 这个问题 大家也知道他的 高矛点减低矛点的平均值会是 大于零 所以 到时候我们 会看的是 双尾中的右边的这一边 那这个呢就是点零二五的 这个所占的面积 范的面积 范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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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在现在圈起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在题目中就已经给的 样两个两组的平均数跟样本 标准差 那 这个 稍后那这边这几个 颜色比较浅的数字呢也就是 在第三步中我们要看到的那个 呃 呃 就是所谓的 呃 估计标准物 是要怎么样 求的 求出估计标准物的元素以及实际的 临界统计数 那这些 那他们呢同时 也是 求出 信赖区间的一个 重点 那这个 那这里 这那这边呢 请各位同学 先做一根 自己的 透过这个表跟自己的 的 呃 笔记做一个 核对或是 整理 然后我们再来进入 第三步 我们再来进入 我们再来进入 这个表面 我们再来进入